親自出席頒獎給年度優良勞工 馬總統用行動力挺全國的勞工 不過政府最近推動的勞保年金改革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要不要取消 四萬三千九的投保上限 應該是可以調一下 適當調一下 不要這麼用幫幫 對勞工來講也不是很公平 以公教跟勞工的話 來比較是 勞工比較是推的 大部分的勞工都希望政府拿掉勞保的天花板 或主導推動改革的馬總統 卻有不同看法 假如說你把它提高的話 那就發生一些可能會有一些道德的風險 對於收入比較高的勞工 如果這樣做的話就對他會比較有利 但是對於收入比較低的反而是沒有辦法獲利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不是說 不宜要不讓勞工 領更多的錢 而是看哪一類的勞工 昨天我們的工商界大樓就很白 直白地提出要政府增加勞保的踢玻璃 像民進黨的方案 政府都不要付錢 對他是六四 實際上我覺得我們這個方案可能對勞工 對企業界都比較合適 所以你認為721還是最恰當 勞保改革真的很棘手 不過讓他更頭痛的是今年的GDP出現大幅下修 以四小龍來講的話我們目前為止 以這三個來講我們還是最好的 面對這種情勢我們還是應該要冷靜 而不是在這個時候說你預測不準你就下台 那下一個來預測的他就沒人敢預測了 去年的GDP預測已經年九次下修 今年又上演下修的戲碼 相關單位的預測很浪淡 讓馬總統臉上無光 鄉親 福利兄 今晚大家晚安 老保年金 工保年金 對台灣人來說 首心首輩都是肉 馬英九總統 你都是大家的總統 為什麼 說到真功教的時候 還比較好 不能當 但是勞工要死 死不了 為什麼呢 難怪有人在講 這樣的改革不是叫做麥當勞嗎 什麼叫麥當勞 被出賣的應該就是全苦勞 叫做麥當勞 但是勞工願意永遠接受這樣的命運 我們這裡切下去 跟各位介紹現場市議題裡面 台語聽話 黃雄教授 大家好 過來資深公益人士我們的張旭中 大家好 過來資深媒體人王思琦 主持人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看 老保年金改革方案爭議未平 國民黨立委要求調高投保的上限 工商團體則判調降雇主的負擔比例 馬總統背後的聲音怎麼說 他說在電台中環是提高老保投保上限 可能會發生鬥德風險 收入較高會有利收入較低的無法獲利 他說這叫做道德風險 很多人聽不懂 我們也不曉得他講什麼 可這句話 具有強大的破壞力跟威脅力 所以很多人不敢去做那些 一條像這個嘛 一條像年輕的支付 包括相關的補貼又提高了 不是嗎 那不是道德風險嗎 所以這個舉例完全是放屁 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假設四萬三千九 是台灣現在應該享受的標準 如果是標準的話 那公務人那邊已經是天上人間 是吧 是天上人間 我已經幾次說過 現在公務人員已經是全世界 少有項目的No.1 所得替代率 是 是不是 連現在說要提到八十趴 還有人出來嗆賭 那沒關係啊 如果拿他們家的錢 我都沒意見 拿國家的錢 拿國家的錢 國家的醫生要去補貼 如果克斯公提到四萬五千八百塊 是 政家如果照老闆會講法 照老闆會 幾百三個 我請問 每年補貼軍公交八百個 是 那個錢是什麼人的錢 是 國家的錢 國家的法律 國家要求每一個勞工跟公務人員 都要導補 是 結果公務人員 可以有法律性的原則 勞工 領導的事情 是 基本上像什麼 一個有法律的人 台灣到底是什麼 是瘋了嗎 所以今天我做個結論 今天這些東西 現在王宥貞 四百七十六億 拿國家的錢打盤小 今天提到四萬五千八百塊 政家攤出一百三十億 請問 戰警有變打消呆帳 六千五百億 都國家的錢 國家的醫生 請問 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已經發見到這裡 六更九百八十 發言說 我們打拚四五十年 以台灣打拚 到最後 平均找到現在 一萬三千塊 結果我們公務人員三萬兩千幾 還不爽 我請問 到底一個國家 幾個台灣 所以現在不是一邊一國 一邊六國 這個總統又說那幾個 回到那裡 如果開始提高一點點 就變成道德風險 我請問 本鳳加一倍 包括現在兩百萬又保留十八百 聽不懂 加兩百萬這三億 兩百萬到五百萬十三百 請問 這些錢都什麼人的錢 不是納稅人的錢嗎 所以今天 自圓下去這麼少 好像國家不得到一樣 國務人員 永遠加薪都不得到 六更少加三點 加一顆老人 你說會得到 結果剛好得到 結果那顆老人的標準也沒有達到 是 你也貼心了 所以王宇宙今天最... 不是 王魯璇已經最鬍子了 好像沒事情一樣 我白白落台 所以就是馬政府 所以我說 馬總統你講那句話 不是你腦筋沒清楚 我覺得中風的政府還不會出招 你現在刀子拿起來 一樣是國家的錢 刀子都是砍 九百八十萬 所以我要給我 我剛才在臉書留一個 今天要減透 不是這個高官 九百八十萬一人一張票 人中時六十幾萬票 看九百八十就沒有 要減透不是他們 是我們 各位朋友 為什麼會發生改革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不公平 不公平是國家財政不夠的時候 梁旺兄 國家財政不夠 就是改革 結果有得或既得利益者 不行 原來受害者 繼續給他受害 這維持這種原則 原來自己 雪中送炭的 繼續給你自生自滅 然後緊上天花 繼續給你緊上天花 不能動 謝老師我修正一下 原來受害者 不只繼續受害 是受害得更嚴重 原來是只砍兩隻手 這次是連兩條腿 一起給你砍掉 什麼叫道德風險 我來解釋 什麼叫道德風險 你這個國家的煙酒公司 每一年拿國家 賺幾十幾百億 鼓勵大家買這個抽煙喝酒 可是政府另外一隻手 把煙捐調漲 這個叫道德風險 你這國家那麼喜歡禁煙 你就把煙酒公司關了 什麼叫道德風險 軍公教十八%的錢 那不是國民黨出來 那不是軍公教才出來 不是 是全民的納稅錢 拿全民的納稅錢去補貼 八十萬的軍公教十八% 這個叫做道德風險 所以九百萬人改勝不了 因為錢拿去八百億提去補十八% 對沒錯 所以你勞工繳再多稅都沒有用 因為軍公教先分走 這個叫道德風險 如果不這樣 大家算贏比較大的 我們修改法律 以後勞工繳的綜合所得稅 只能用在勞工身上 各管各的看誰先破產 大家贏比較大的 軍公教你們自己繳稅 自己去想辦法 你要三十八% 我都沒意見 只要你有那麼多錢 可以這樣子嗎 國家不會這樣子搞 為什麼 因為國家照顧的是整體利益 問題是這個國家 有沒有照顧全民的整體利益 這個國家已經瘋了 對 真的已經瘋了 希望柯醫師今天沒事 這個國家真的已經瘋了 這個叫做道德風險 勞工提高投保薪資上限 怎麼會有道德風險 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還有一件事 我告訴大家 全世界現在一百九十四個國家裡面 只有一個國家的公務 台灣比台灣好 那個國家叫做希臘 人家最近才三萬五千個公務員 到明年底前要裁掉三萬五千個公務員 而且公務員減薪 當然他們公務員不爽 上街抗議 你抗議就抗議 那看你國家要不要倒 台灣再這樣搞下去 很快就會變成希臘 而且我跟大家講 很快不需要說等到說什麼十年二十年後 很快台灣就變成另外一個希臘 可是到個時候 我再提醒大家 希臘出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跟歐洲銀行借錢 歐盟對他伸出援手 台灣出問題的時候請問誰來救我們 到時候靠誰救呢 靠北京救嗎 靠北京 這可能是我們的意思 我們再來繼續看看 藍團各位朋友 因為這件事大條 國民黨也知道 這樣子真的 不要說選票 真的對勞工不公平 所以他們也有決議 我看一下 針對勞保年金改革方案 國民黨立委員黨團 昨天決議 掀開天花板 就是勞工天花板太低 要掀開天花板 將投保薪資上限 由原本的四萬三千九百塊 調升為四萬五千八百塊 然後會說 差一千九百塊 怎麼辦 然後會估算 那這樣 每年將會多出 一百三十億資金的缺口 勞保基金將提前三年 在民國一百二十八年破產 跟人家說 給你威脅 連一千九百塊 他都有意見 石器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是不是會提早三年破產 這已經被國民黨的立委 羅書磊戳戳破 他說都是你自己在算 是不是三年 根本都是個大疑問 也不知道你怎麼樣子 黑箱作業算出來的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今天馬總統他講 道德風險這四個字 其實就已經非常清楚的表明了 他心裡頭的偏見 還有他的明顯的階級意識 那如果說你是按照一個 國家整體財政來考慮的話 最該改革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18% 他一年要支出八九百億 那個才是真正造成 國家財政嚴重負擔的 最主要的原因 可是他今天 對於軍公教的態度 和對於勞工的態度 卻是截然的不同 他覺得提高了我們的 勞工的投保上限 就會有道德上的風險 他當中還隱含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會有些壞勞工 給他報一個很高的錢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圖謀 比較多的這個退休金等等了 那其實這個東西完全就是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因為你要用12年甚至15年的 投保薪資作為一個平均 更何況資方要負擔 七成的這個保費的狀況底下 其實都已經稀釋掉很多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欺瞞的行為出現 但是在馬總統的眼中 勞工就是很可能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回過頭來看 這個政府對待工和對待勞 有怎樣的態度不同 記不記得1月底的時候 行政院當推出了這個 年金改革方案的版本之後 哇好多軍公教起來 跳跳跳跳跳 這個罵半天 所以那個版本一改再改 一改再改 對於公務員的部分到現在為止 現在是5月份嘛 至少改過4個版本以上 中間有一個考試院長 叫關中 是 他曾經關刀一耍正義凜然 結果到現在改成怎樣 譬如說提播率 本來是一半五成的 結果現在炒一炒變四成 然後改革的起始點 本來說是這個 100 105 現在就避開了選舉 又往後延了 為什麼 因為信賴保護原則 所以我們再往後延 要降低那個衝擊性 我們要這個 一定要有充分的緩衝期 你對於勞工 怎麼沒有這麼貼心啊 怎麼沒有來一下 也給我們一些緩衝期啊 是 今天在立法院的表決 是表決什麼 勞保最後的撥補 是由政府負擔最後的撥補責任 是 過關沒 很抱歉沒過關 所以軍公教的 政府可以到最後 負最終責任 但是勞工的 不好意思喔 你自己死活 由你自己來負責 自己負最後的責任 是 這就是說我們覺得 比較不能夠理解 也不能夠接受 就是說 大家都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選出你們這些人來嘛 所以我們應該票票等職啊 所以政府對待我們 每一個人的態度 應該都是一致的嘛 是 所以你不可以 在我們人民當中 自己先設定了不同的族群 然後採取不一樣的對待方式 這個是 憲法其實應該是有保障 我們每個人 有平等的自由 這政府帶頭違憲 他帶頭違憲就算了 他還告訴你 你這樣做會有道德的風險 還有被罵 我們再把數目字簡單講一下 勞工提高一千九百塊錢的投保上限 他自己說這樣不行 一年增加一百三十億 但是十八%一年多多少 多八百億 來支部都沒有問題 你說其實人不會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本來不是說 要增加一千九百塊呢 是要增加兩萬塊呢 我們看一下 藍營幹部本來是 畫出勞保投資薪資上限 有四萬三千九 直接拉到六萬三千九百塊 加兩萬 在行政院與勞委會 威脅勞保破產之下 國民黨團大會 弥漫了妥協氣氛 以拉高一級 也就是一千九百元 交差了事 為了阻擋立委 拉高投保上限 勞委會還給他錯誤的資訊 錯誤的這個數據 也被人家自槍導爆 但是各位朋友 我們看一下 郁宏兄 交差了事 九百萬的勞工 這麼好看待嗎 所以這就是 國民黨籍的立委 聲音發得很大聲 要調高兩萬 投保薪資上限 結果這個行政院 馬一九那邊壓力下來 馬上退縮了 變成一千九百塊 結果 老委會行政院方面 告訴你 如果你調高一個級距 一千九百塊 會提早三年破產 是 如果調高兩萬年 幾年破產 這就是羅書在說 羅書在說 你學不講 你調高兩萬元 勞保的壽命縮短七年 老委會另外面說 要拉高一千九百塊錢 勞保的壽命縮短三年 只要這樣說 只要這樣說 應該是三十年才對 應該是縮短三十年 你怎麼跟我們說 併作七年 所以不只要怎麼說 你們愛怎麼算就怎麼算 這是胡亂算一通 不知道哪一個對 那如果是三年跟七年 兩萬塊七年 那個CP值高 應該調到調兩萬塊 不是調一千九百塊 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一開始大家都知道 因為聯金會破產 一定要改革 可是改革有一個公平正義的 一個基本原則 本來非常苦的 勞工大眾 這個聯金非常低的 你要改革是不是都在砍 應該給他提高一點點 那軍公教 原來 所以就砍多一點 那這個一定會得罪人的 你得罪軍公教 甚至於有些勞工也會被你得罪 所以我們在這邊 社會各界都呼籲 召開國事會議 大家來承擔這個責任 這個非改不可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重要的 一個改革的切記 結果馬英九不肯 真假的 說他自己要來做 結果他現在擋不了壓力 軍公教都要出來換一下而已 軍公教有改嗎 大家看一下軍公教有改嗎 就勞工了 勞工是有改 大到一非 結果我們希望說 那個投保聯資 稍微改一下 不是真的要拿到天花板 你提高兩萬塊 六萬三千九 還是有個天花板 馬英九在那邊瞎掰 說要看哪類勞工 我知道 他心中想的是CEO那一類的 然後年薪千萬 一個月上百萬收入 那種人 那種高薪的 他不照顧你這個 他根本不靠這個 所以你提到六萬三千九 一個勞工一個月 也只加七百千塊的年金而已 這多了這麼一點點 我剛剛跟他算了一下 增加這麼一點點 六萬三千九 所適成的所得替代力 也只有兩萬六左右而已 兩萬六而已 但是我請教各位 金公教的地板多少 三萬一千兩百六 就是馬英九心中 他認為說 金公教一定不能低於三萬兩千一百六 不然就沒有人的尊嚴 但是勞工 勞工不要那麼多 不然你拿這兩萬塊左右 是 要把他提到兩萬六 他說這有道德風險 是 這什麼什麼的思考 這個腦袋壞掉了 簡單講 這個總統瘋了 這段情況下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公務員年金改革小組 趙姐 李來希 憲宣立法院 軍公教年金改革公聽會 一上台就開炮 有一個人說 我們是吃垮國家的米蟲 他說我們公務員是一灘死水 當我們受到委屈的時候 我們求述無門 沒有人替我們說話 因為創造這個名詞 羞辱軍公教人員的 就是軍公教人員的大家長 李來希速度炮轟 考試院長關中 胡苑和公務員面對面協商 對全區部和國民黨團 達成共識 退休所的替代率分十年 逐步降低為百分之八十 卻忽視法官和政務官的替代率 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也有意見 那我們今天要檢討 退休制度 是不是大家拿出來檢討 把法官也拿出來 把政務官拿出來 不要只挑我們縣子的人 不要只挑還沒有進來的人 把他的所得替代降到那麼低 教育部在九十 今年的二月六號 跟三月六號 開兩次專家學者會議 通通不理我們 政府在三十幾年前所答應的 政府跑不掉 所以用年金改革 還有用民粹 各種壓力 說你們要接受改革 我們也非常強烈的質疑 國防部 對統帥命令揚奉英違 以及行政怠惰的責任 民進黨喊 國民黨就砍 我們軍公教就躺 現在 我們都是伸的脖子等著砍 軍公教人員大明大放 意圖心中不快 回方代表全序部長張哲成 只待了五十分鐘就閃人 由次長吳聰成代答 我們過去 這個有關退休府序的這個條例 沒有考量到 前瞻的考量到 那考試院副院長 還有全序部張部長 也特別對於說 軍公教人員長期十八趴 他有歷史的背景 那麼遭受很多的污衊 表示這個歉意 吳宗成放棄身段 刻意安撫 現場軍公教不滿的聲音 不過爭議不斷的年輕改革議題 仍然沒有交集 這證明一件事 老公沒辦法 軍公教都沒辦法 證明一件事 你要叫馬英九 帶他在小圈圈的人 來做一個改革 大家可以變成 比手力 比大聲 其中很大聲 這個人叫什麼 叫做李萊西 他不但大聲 他還要卡點尾 我們看一下 國民黨團對公務員年輕改革 朝恩達到初步的共識 公務員年輕改革小組 趙捷李萊西 他在臉書上怒批 國民黨的黨團書記長 賴士寶竟然說 年輕改革僅是小三 有誤導社會大眾之前 所以他在臉書上 公佈賴士寶服務處點尾 號召公務員打電話 向賴士寶抗議 有好不有好 我們來看看 很多人就真的這麼做 李萊西怒批 賴士寶急向馬總統表公 自為民權 所以他就號召公務員打電話 勸他懸崖熱馬 不然抵制到底 因為李萊西的臉書一發文 賴國會辦公室昨天 早一個小時之內 被抗議電話灌爆 賴士寶知道了 立即致電向李萊西解釋 說年輕改革方案 還在討論中 不會這麼快就定案 來 我們一碼歸一碼 我們先來看一看 李萊西真的很有爛 但是居仲兄 李萊西講的委屈 好像他們知道什麼叫委屈 他做這件事情對嗎 我們如果要說李萊西這年 不要抬高他的身價 李萊西在臺灣的文官 就是公務人員 這算高階文官 他做到部會勞資關係處的處長 現在調職 如果調非主管 應該沒有職務加級 可是他還調季間 還是可以留職務加級 不是參事 今天這個人 我覺得他站在公務人員 拿去公務人員的管理工 這是臺灣民主社會正常的現象 不過你看他 今天如果要叫台多 東崔儀掌管全臺灣 九百幾萬勞工 勞資關係處長 他是怎樣 你照顧工業跟對付勞工 所以今天 各位觀眾 今天 敢不敢 他現在說他領舊 把他的薪稅 本縫加一倍 公佈給大家知道 看 如果今天 國家現在要倒了 要倒了 來看這個表 這我是挑戰 我們 國民所得 兩千年 萬四美金 現在變兩萬幾 我們的 基本工資 四萬三千幾 比四萬兩千幾 這是 兩千年到兩千十二年 大學生 對兩萬倍變兩萬了 台北市每一倍 對二十九萬 變五十一萬 你看不 大方都去 只有所有 廣州 勞動者的薪水都不去 現在國家說 政府很重 會破散 要說這件事 也很好的事 是 如果今天我說一下 比較沒所謂 如果運動再說運動的話 今天如果 這麼多 還領不 還會倒 我也鼓勵少年 就放我倒 放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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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些人 這些債團 這些煩惱啊 就像福利賓 你要邊綁架預算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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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如果站在路上 沒有 沒有 六歲才有糟蹋的人 要提倡 吃好做金庫 給我們重視的人 全世界有這個民主社會嗎 嚇到這個時候 李萊西代表的公務人員 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可是我認為 民主社會 把所有人去提醒 經過什麼火 本鳳要加一倍 跟我說一下 什麼精算 要本鳳加一倍 本鳳加一倍 包括雕心 你要想這些什麼人 馬英九先生 馬英九先生 是 雕心三%全台灣雕最多 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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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全世界我看民主國家 我有參考過 人家改革都是 帶頭的人 贏一塊 是 贏一塊不贏薪水 包括西欧也是一樣 台灣都倒閉 如果贏的 頂頭都贏得到 現在稍微要留一下 尾骨 好 夭壽 看他贏多少錢 拿來看看 200萬加18% 看一顆贏多少 是 現在來看980萬 現在跟今天為止 賓金替 所有的勞工民流 領萬三 賓金領萬三 是 如果台灣現在美金兩萬幾 我請問 對辦時間兩萬幾 這兩萬幾 招一對四 現在就是國家分配的問題 結果分配 結果現在公務人員 還有緩衝期十當 就不用改了 是 好坑的不是新年 少年 現在大家做公務人員 現在好坑 現在多大會的人 都賺最多 其中一個叫做李萊西 他看最多 是 這個年黃 李萊西說 很委屈 號召大家 我現在問你 他不是只有公務員的造極人 他本身還是什麼 還是在勞委會上班 他是紀監 勞委會紀監 他在哪邊打 他在哪邊弄這些東西 我真的很想問 在哪邊打我是不知道 他有沒有替勞委會打一些電話 替勞工打一些電話 也許我們應該去告他 那如果剛好又是這林議事 一審三位法官 他會跟你講 他打電話的時候身份 不是公務員 而是社會民間人士 利用他民間的影響力 打個電話 其實我也很想公佈 賴斯堡的電話 也叫980萬勞工 卡電話 看誰電話比較厲害 那我們公平一點 我們一方面公佈 李萊西的電話 對啊 另外再公佈賴斯堡的電話 980萬勞工 我們也打電話去 賴斯堡為什麼會怕 他不是怕李萊西 他是怕他背後所代表的公務員 因為這個可能會影響賴斯堡 後來選機的選票 他的選票都是公務員 對 因為文參票 我同意旭東兄講的 980萬勞工 你自己要檢討 我在這個節目中講過 不止一次 九百八十萬勞工 有載到選一個總統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勞工 還有一趟招 為什麼這麼多勞工去選馬英九 選到馬英九 現在來佔你勞工 在那邊自怨自愛 沒有這個道理 公務員知道要團結 給政府施壓 勞工難道不知道 要團結給政府施壓嗎 李萊西講的話有沒有道理 有一部分我同意 譬如說 你不砍已經退休的 跟即將退休的 你去砍未來 準備要考公務員的 這點我們有共識 對 這個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是 今天吃最百 拿最多的 是已經退休的 跟準備要退休的 這個人不去上班 你這個是世代掠奪 你現在的人去掠奪 下一個世代幫你 幫你傳退休金 這不對 那公務員好到什麼程度 李萊西你委屈 我算給你聽 公務員的樓地板 叫做三二一六零 三萬兩千一百六十 勞工就算他是四萬三千九 平均最多最多 領大概兩萬塊不到 簡單來講 勞工領了錢 打開屋頂 再蓋兩層違章建築 想要爬到公務員樓地板 拍謝還爬不到 因為對方是套提出 對 那如果公務員那個 三二一六零 叫樓地板 那請問勞工叫什麼 勞工是住在十八層地域裡面嗎 這就是台灣勞工現在的現狀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是什麼讓他們 如此的 讓李萊西如此的 理直氣壯 是什麼讓賴士寶突然之間變成 或者說拜託改謝 是什麼處理變成這個樣子 第一個被砍錢當然都會痛 那剛剛主持人問到說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因為他們知道施壓有用 對現在的執政黨施壓有用 從剛剛我們前面談到的 馬總統他講的話 就表示他心裡面 其實對於人民是有分階級 是有分輕重 是有分上跟下的 那所以當公務員 聲音大一點的時候 這些人怕不怕 當然怕政府會買單 會買單啊 否則為什麼行政院提出來 一月底的版本 到現在要給你改個四次 改個五次 因為他知道公務員惹不起 那公務員只要聲音大一點 這個政府一定會買單 所以賴士寶才會打電話 給李萊西好好的解釋一下 你看賴士寶有沒有打電話給你過 有沒有 你每次帶街頭 帶著群眾上街頭 這樣子衝鋒陷陣 有沒有什麼國民黨的立委 打電話給你過 沒有 從來沒有 那些絕食的 193個小時 賴士寶不要說打電話 你有去稍等一下嗎 對啊 這還主委還要繞路 對不對 碰到勞工抗議的時候 都還要繞路走的 這就是我覺得很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說為什麼要在人民當中 因為他的職業別不同 然後卻採取了相對不一樣的 對應方式 剛剛阿晃說的好 當公務員的樓地板跟 勞工的天花板 都還有這麼大一段差距的時候 難道公務員身為公僕的你們 不能夠多一點點的同理心嗎 還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不斷的跟政府抗議 難道八成的替代率 這樣子叫做少嗎 你試算一下 一個五十多歲退休的公務員 他接下來可以領兩三千萬 這個國家不垮才有鬼 當這個國家已經垮了的時候 誰都別想領得到錢 所以回歸到這一次年金改革 最主要的初衷 當時馬英九告訴我們說 因為要公平正義 因為要拉近世代間的 職業別間的差距 而且我們要照顧 所有人民退休之後的生活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當時我們期待達到的這些目標 有哪一項是達到的 根本沒有達到 就是他持續的擴大了職業別 以及世代間的差異 所以這一場改革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是 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這個剛才有人提起來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昨天審查考試院版的 公務人員退休撫恤法草案 草野立委都質疑 為什麼 為什麼 公務員的年金改革 有緩中期 而勞工卻沒有 18%優存改革 還要分三個集聚 越改越倒退 針對新進的公務員 還為了保障弱勢 這些似乎弱勢 退休所得定有 三萬兩千一百六十元的樓地板 退休所得替代列 不超過80% 所有這一些勞工都沒有 遇豐兄勞工還有一個什麼沒有 你知道嗎 我們說如果公佈 賴斯堡跟李萊西電話 請勞工打電話過去九百萬回信 勞工有時間打電話嗎 勞工有那種可能性去打電話嗎 勞工哪有個時間 是啊 勞工連花個時間把這些搞清楚 恐怕都沒有力氣 因為那些大部分低薪的勞工每天 拚到要死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 賴斯堡講小三是對的 小三不是那個小三 金工價真的是小小一三而已 我在家裡有算過 我作為一個大學教授退休拿多少 對不起 公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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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算 是 我作為一個三十年年資的公立大學 叫做退休 會贏一九月才九萬五 那如果照現在新的改革 不是最近又這個比較放鬆這個 是 就前一陣子那個觀眾公佈那個 比較遠一點的 那個差不多減掉一萬塊 還是有八萬多的一個月 可的退休金可以拿 而且還有緩衝期 剛剛大家看到那一個 什麼叫做緩衝期 18%是一年減一趴 我今年18%明年還有17% 再來還有16% 減十年 還有羅地板 高%到到底不會再減 就是我的18%還是有9% 可以領到10%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非常不公平 你來西 不要這樣講 你說政府拒絕溝通 你說政府踐踏軍公教的尊嚴 那你憑什麼代表軍公教 我也是軍公教 那我覺得很多人跟我一樣 我們這些勞工朋友 都是我們的兄弟姊妹 是 他也不是一族 都是我們自己的家人 是 我們一個月可以領了那麼多錢 又沒有天花板 結果勞工一個月 四萬三千夠 最好也領到兩萬塊而已 你少吃一塊豬排牛排 它可以有一個乳蛋吃 這樣不好嗎 沒有錯啊就是說 這個金公教減一點點 是 你都對它去保護 那勞工增加一點點 馬英九說這個有道德風險 是 還有剛剛大家看到的一次領的 一次領的 就說不是領月退的 18%兩百萬以內的 這個18%都不動 18%不動 一年歷息36萬 一個月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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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領幾百萬 那個已經不算 那已經拿走了 拿走以後 一個月還可以領三萬 那是兩百萬 那是兩百萬的 如果兩百萬到五百萬 那是12% 那你如果五百萬 一個月一年六十萬 二支 一個月五萬 幾百萬領去了 一個月還領五萬 結果勞工說 我調高到六萬三千九 一個月多領六七千塊 這樣說不行 還有道德風險 大家看看 所以說 如果要打電話 有時間打電話 你來的時候 還有賴司法 你們接到手軟跟手段 你們就是吃定這些人 感覺衛生物奔波 沒有時間打電話 這就是問題的地方 沒關係 不要打電話 用刀票 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後來繼續 謝謝 總統府立行約會 邀請清大 何子宮城系校友 同時也是中研院院院士的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偉 進行核電關鍵報告 專題演講 大家對核四拼裝是有意見的 拼裝本身不是問題 拼裝要看怎麼拼 我們怎麼可以設計一個系統 可以更穩定 就是當系統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自動自動控制它 郭偉一開口 就替核四安全一律消毒 巴松東還當起學生舉手發問 到底核能發電是不是世界的趨勢 事實上現在對核電 備核的最重要的國家是德國 大家知道 然後對核電探討 最認真的是日本跟台灣 除此之外 其他的國家對核電 基本上都是採取支持的 在這個評估的這個排行裡面 我們的台電排在哪裡 我們台灣的核電紀錄 是世界前幾名的 至少就容量因子來講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對於核一二三場 應該感到非常驕傲 當然又有人問了 核一二三場 那核四場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回答這關鍵 名人總統以及前清大校長劉兆璇 以及核公系選長 現任圓能會主委蔡春宏接力提問 各位的回憶都極力肯定核電 這樣唱雙簧的場面 環保團體實在看不下去 馬總統如果想要聽 到底對核能的民間的意見 我們真的希望他能夠放寬心胸 而不是去找一個他所認定的 他希望講出他想要答案的 這樣的學者來聽 崔淑欣質疑馬政府不願傾聽 反核團體的聲音 這樣一面倒立頂核電 要人民相信政府公正處理核四問題 恐怕很難 唉 不知道怎麼說 我只是想到一個不太願意講 可是我一定要講 我就想到馬英九找這個郭偉 來講這些東西 一問一答 我就想到前一陣子 有一個警察局的所長 他無聊去玩一隻狗 後面我就不講了 有意思嗎 你這樣做有意思嗎 我另外想另外一個句話 什麼叫道德風險 屈聰兄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就叫做道德風險 那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今天看這個畫面 我自己後來又去進修 我是在公共事務館裡 問我 我們三個港國的 說就算 你剛才看那個庁面 是這樣跟他說就算 上頭那個還做給他 對不對 三個說就算 今天那個庁面裡面 有一個剛才不一樣的意見的人 我覺得要出秘 是 你如果既然這麼安全 就不用去金門烏秋 就放在台北市就好了 中東部官邸 官邸 官邸 官邸就好了 是啊 那不是台北市 金門人要有志氣 金門人有志氣 你如果做公務人員做什麼 你覺得全世界沒有人 覺得收的東西 這跟這跟要爭氣 要有志氣什麼樣的嗎 所以今天你看看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公務人員 所以今天那個地方 我看我鼻子 標誌這些人雖然有補償 我自己現在也拿這個 基本上一個民主社會 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公共議題出來 アジェンダー設定的時候 三十年前有這麼多人 爸爸媽媽抱孩子 集結頭嗎 那種林毅翁 那種核四優 大家不敢 浪費社會成本 他直接這樣就亂了 亂了 那不是 包括在教授 現在像雞頭才有老術 那都亂了 我說雞頭是台灣民主最好的教授 是 走出來後你說 哇 原來憲法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這個長民 我看見 總統貴委總統 已經經過政黨倫體了 對一個公共議題 用這種方式 好像特別是人民洗腦 我相信台灣沒這麼鬧 是 連我這種做的感覺 出身就說 自己拐拐拐三的人 我統一 你說百萬一百 百萬一百 哪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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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民主 這簡單 我現在說比較粗 那個郭瑋是哪一位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爸講各位聽好嗎 因為我基本上 要跟台灣人民對話說 頭到連話說 我今天說台灣實在是不錯 雖然我們在亂 有這個民主 包括我自己一路行動 民主不是這樣用的 民主的議題公共議題不是這樣用的 所以今天 不要給我騙 不管是河山場也好 如果沒有恆春大地震 我可以跟你說 我就是經公司要關掉 就是恆春大地震 香港所有的國旗都放閉 那一次 所有衛星電台 電纜都回去 你怎麼知道恆春大地震 不要假仙大地震 才知道米龍水口 要蓋的素材 原來是斷層代 不明斷層代 所以不要臭屁 尊重專業 但是專業不是你說的算 每一個行業都會專業 大家拿出來討論 這位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郭偉 口氣非常的大 我們看一下 專家救世主 台灣反核身上高漲 馬總統昨天找來 中研院的院設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郭偉 到總統府來暢談核電安全 郭偉 所以不只說拼裝的核設廠 不是問題 他也強調 台灣核電管理值得驕傲 甚至說 世界若不用核電 過去五十年 恐怕有一百八十萬人 會因為採煤及石油死亡 他為什麼講五十年 你整期說五百年 大概有一千萬人 因為採煤和石油會死去 那不是這樣 連旺 這個郭偉 我還真不知道他是哪一位 我想來解釋他的背景 他的身份大有問題 聽說他是一個核工專家 我不管 那這個郭院士 那你搬回台灣來住 你不要躲在香港 你搬回台灣來住 馬英九這種行為 講的文雅一點 叫做相濡以沫 就是一群人 互相吐口水取暖 講的粗魯一點 叫做自我取暖 那其實我們在學傳播 有一個很有趣的理論 叫做選擇性認知 就人在潛意識 你們會抗拒 他不想接受的觀念 那他不管那個觀念是正確 還不正確 馬英九今天現在 正在經歷這個過程 他現在在抗拒核電 是不安全的觀念 照理說你做一個總統 你要做一個國家重要決策的時候 你應該是安全的也聽 不安全的也聽 然後你去做一個政策的決定 結果不是 全部是聽 核電是安全的 我請問大家 如果臺電的核電這麼安全 臺電自己講的 說他的臺灣的核電發電的成本 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臺電 我跟你講 十月份不用漲電 漲電價 我補一個行李給你做 你去全世界 去包 保核電廠來經營 是 保準你探到臺灣的電 搞不好可以不用錢 是 跟蘭嶼一樣可以不用錢 請問有是這樣子嗎 不是嘛 你再來講 郭偉講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都在發展核電 請問郭院士 你知不知道全世界有幾個國家 一百九十四個國家 幾個國家有核電 不超過三十國有核電 他說那麼大聲 這就是大多數 我剛才他瘦了他沒問題 我確定他不是數學系畢業 因為他數學比我還爛 這個時期 你剛說你知道他的背景 沒錯 我要先講第一點 就是總統府紀念樂會 我們以前跑總統府的新聞 我們都知道 總統府紀念樂會的形式 就是說 每個月會請一個人 來這邊做專題演講 然後演講完 然後大家就有鳥獸散 這是唯一一次上下還有互動的 就是擺明好了 這是一個套好招的劇本 總統還舉手發問 請問那全世界現在的這個 核能政 趨勢是如何 這擺明好了就是演藝場戲給大家看 然後總統府公布的這個錄影帶 告訴大家說 你看喔 這位專家他是怎麼說的 第一個我要講 總統府紀念樂會會 就是一個宣傳帶 第二個我剛提到郭偉這個 事實上他是什麼 當時因為中國在深圳那邊 有非常多的核電廠都在沿海邊 然後香港那個時候的大雅灣 也要蓋核電廠 哇香港人群起反抗 就說這個地方千萬不能蓋 因為我們擔心他的安全 而且你看深圳的 離我們香港也這麼的近 他們覺得安全上是會有疑慮的 當時就是這位郭偉先生 唯文支持說 絕對是安全的核電廠 超讚的 一定要在香港的大雅灣蓋這個 好他同時也是 中國國家工程院的院士 也就是說 他長期以來 就是中國的一個御用學者 所以他挺核的立場 是不遺餘力的 那馬英九找他來 那當然就是安排好的 鋪陳好的 因為人民跟總統不站在一起 總統覺得超寒冷的 他總是要找一個人 來跟他一起暖一暖 所以找了一個永和的人 跟他站在同一個陣線 如果郭偉先生講的是對的 拼裝不是問題 管理會不會是問題 那如果郭偉覺得台電的管理 不是問題的話 那請問我們看到的新聞 我們看到監察院的糾正 我們看到這麼多這麼多冒出來的 爆料出來的弊案 那是怎樣 是250嗎 我們看到光一個這個變電器 十年他可以買三批 通通都是有弊案的 前兩天還看到 核四廠裡面又淹水 有一個神奇的小白水桶 在那邊漂流 那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 這難道不是管理的問題嗎 什麼尿筒的牆壁 什麼斷掉的鋼筋 這些通通都是問題 而郭偉完全忽視著這些問題 告訴我們核電廠超安全 能信嗎 綠盟的副秘書長洪森衛怎麼說 馬英九要 已經到了這步 要找郭偉來演這場戲 可見他說 馬英九對核電多麼沒信心 三個字 真悲涼啊 悲哀又淒涼 我們這段 先告訴大家 稍稍讓大家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馬英九找郭偉 恭喜一個科學家 來講核能多安全 臺灣多好 結果總統發問 還有一位 叫做前行政院長 劉兆璇發問 一問一答 這變成一齣笑話 這是一齣戲 也是一齣笑話 那他的動機目的很單純 很簡單 就是這樣演一場戲 要讓一些比較 沒有在注意這些訊息的觀眾 一些人民 相信各位 人家是院士 因為他這個院士 他有這個公信力 就相信他 其實我覺得 郭偉在他的演講裡面 提到很多 其中一點我覺得也是不可思議 他是引用一篇 NASA的論文 他說如果過去不用核電 會有一百八十萬人死掉 那這個論文 論文歸論文 這個統計數字 不能這樣拿來當作決策的依據 那不然的話 我也可以去弄一篇論文 這邊論文很可能為真 就是過去六十年 因為有國民黨執政 導致一百萬人死亡 所以如果國民黨不執政的話 搞不好我們可以 一百萬人不要死 那你怎麼辦 是那過去的統計 怎麼相信誰的 青菜公共 青菜公共 另外他說說台灣 因此會死六千人 但是我如果說台灣如果不用核電 台灣是因為用了核電 因此死了六萬人 那你怎麼說 是啊 所以這個鍋位 我覺得總統要聽鍋位的 不如今天晚上說